只要看這條題目 它的根號就已經告訴我們 裡面的東西需要大或是等於0 所以我們有 第一個是x-1 over x 這個東西要大過等於0 第二個就是1-1 over x 這個東西需要大過等於0 結合這兩條式 我們綜合出來的結果 就是這個x需要大過等於1 然後我們有了x 大過等於1 之後就可以化解這條式 簡單來說 我們一開始首先需要 通份 通完份之後 這個上面份子的部分就變成x的平方-1 x的平方-1 就可以被分解 所以分解出來 我們會有一條這樣的顏色 跟好x-1 over x 這個東西成分拆出來多出來的 跟好x加1 然後減 跟好x-1 over x 這個東西等於右手邊的 我們減粗 減1 over x 我們減粗 將它跟好 而且又平方化 如是者 我們看到 有一個公因 公因就是這個 這個 以及 我們拿其中一個跟好的部分 這個 所以我們就抽出公因 出來了 抽個 跟好x-1 over x 第一個 term 就剩下 跟好x加1 第二個 term 是減1 第三個 term 就是減 剩下的這個 x-1 over x 整個東西等於0 所以我們又可以分開 discussion 要不就是左邊這個東西等於0 跟好x-1 over x 等於0 這個東西就解到x 其中一個解 等於1 又或者 右手邊這個東西等於0 右手邊這個東西等於0 就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 寫回一個 靚仔一點的form 先 就是 跟好x加1 減1 這個東西等於 跟好x-1 over x 那 下一步呢 就是要將這一塊 乘回去 將這個糞帽 去走了這個糞帽 那就是要乘到旁邊 乘完之後 好 整理一下呢 我們就會有一條這樣的樣子 我的色 就是 跟好x的平方 加x 這塊東西等於 將這個又踢回去 跟好x 加跟好x加1 那這塊東西呢 我們 兩邊平方了之後 再整理一下 然後呢 我們就會有一個 很特別的樣子 就是一個 完全平方數 那 這個 作為一個練習 交給大家 怎樣可以出到 旁邊的這個完全平方數 x的平方 減x 這塊東西 減1 的平方等於0 那就是這一塊東西 等於0 那我們繼續解下去 就會有 跟好x的平方 減x 這塊東西等於1 那x平方減x 也就是等於1 然後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 這個 這條色就可以變成一個 新的x的二次方程 所以 最後呢 x 解了出來 有兩個解的 x的 剩下的解 就叫做x的第二個解 就是 1 加跟好5 over2 x的另外一個解 就是 1 減跟好5 over2 但是 1減跟好5 那就不夠減 這個是一個負數來的 而我們之前呢 就已經 下了一個 constraint 說x是需要大 或者等於1 那所以呢 這個呢 turn out出來 不對 那就需要寫去 那所以結果呢 我們就會有 x的第一個解 就是1 x的第二個解 就是這個1 加跟好5 那當然 做完之後 我們不要忘記 將x的第一個解 和x的第二個解 都拼了下去 看看是否左邊 或者右邊 那這個case呢 這兩個呢 都可行的 那就是這樣了 平時呢 我們處理二次根式 那就還好 但是這條數呢 我們看到的 是有三次的根式 那三次的根式 那真的沒有符了 我們一般都不可以 直接這樣掌握它 那既然正面 我們不可以打進去的話 那不如用間接的方法 那就是一個代數 代數 代數的方法 那我們就可以說 切吧 這個a 等於左邊這個根號 的三次方 b呢 就等於右邊這一角 那我們之後就有 a加b等於1 那這個就是整條題目 本身的題目 將它變成代數的樣子 然後我們有 a的三次方 加b的三次方 那就是什麼呢 那就是沒有了這個 三次根號 那就是 45加x 加這個16-x 那剛剛好呢 那x就沒有了 那兩個數加起來呢 就等於61 那我們有a加b 和a立方 加b立方 那有一個立方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們就組一個 和的立方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會有一條這樣的色 和的立方 就是 a加b 和了 再有立方 那這個 跟著就變成一個 好像普通的代數題一樣 這一條就變成 a3加b3 再加3 再加3 ab a加b 了 然後就是我們的代數環節 那先把數字放進去 那a加b就是1 那1的三次方呢 這個東西 左邊等於1 那右手邊呢 說過 這個 a立方加b立方 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61 那我們把這個61 放進去吧 加3 這個ab 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是什麼 那a加b呢 這個東西又是1 那61 加3ab呢 我們 不難得出的結論呢 就是 就是 a乘以b 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負20 然後 我們就會有 紅色的這兩條式 就是 一條是這個 a加b等於1 一個是 a乘以b等於負20 那 然後 經過一個代數 一個代入另外一個呢 就會有一條二次方程 解出來呢 我們就不難找到 有這兩組解的 第一組呢 就是 a等於負4 b等於5 那 而另外一組呢 就剛剛倒轉 a就等於5 b呢 就等於負4 那就很簡單啦 4乘以5 就等於負20 負4加5 就等於1 然後 我們就可以 代 a 是這個東西 a有兩種可能性的嘛 那我們選 不要啦 我們選b b容易一點 看到一個16比較容易對付些 45 又要有三次方 這就太麻煩了 那我們就選 b 拿b來 做這個 處理這個問題的最後一個關鍵 那 跟好 16 16 減x 的 立方根 這東西呢 也就是等於5 也就是呢 這一東西呢 就等於負4 那所以我們解了出來 x有兩個解 x的第一個解呢 就是 負109 那x的第二個解呢 就是等於80 就是等於80 那所以 我們 就有x在這兩個解 然後我們 拼回去這一條數 因為 經過根式expand之後呢 我們始終都需要驗數的 那搞定完之後呢 我們就發現 嗯 這兩個是真的符合 這一條式的解呢 那所以呢 這一條 方程的解就是這個-180 1.2.9 也是一個80 和一個80 加個209 加個209 從199